转换一下心情来看到养山文教基金会 在去年12月31号举办了 蓝城民族起贤先盟故居的踏查活动 其中一处就是蒋卫水先生的故居 而宜兰市公所就以此为发想 举办一系列的踏寻蓝城先贤租基的走读活动 今天是来到了宜兰市圣后街的蒋先生的居住地之一 也是现今的云先居茶馆举办走读活动 探访蒋卫水先生的出生地跟成长的地方 画面中的云先居茶馆就是蒋卫水先生的故居 在还没有成为茶馆之前模样相当杂乱 经过买组一番苦思并进行改建才有现在的模样 当时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已经很破烂 那我已经整理不出来找那个怪手来挖 那整理这个也是在整理的情况 那这个是我的现在的厨房的位置 那厨房的上面这个整个都坍塌掉了 其实这个房子整理是非常困难 那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整理这个 因为我们当初买也不晓得说 这个是谁的房子是不知道的 那只有隔壁的那些老先生说 这个是一个睡衣压厨 其实渊源都不知道那是可能是这两年 文史工作者去地震器官把这个资料再调出来 蒋卫水基金会都有在议人在办导览 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如果能够让人家感动的地方 就看得到是最能够感动 虽然说这个旧址已经不在了 但是故事也还在 不过总是比不上这个看得到的那种震撼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蔡先生 整理这么好把它保存下来 文史工作者指出 蒋卫水先生在宜然曾经住过三个地方 分别是宜然邮局旁的青载地 宜然旧县议会旁的中山路和旧国团像交接的地方 以及圣后街220项26号之一的云轩居 市长江聪渊表示 今天前来探访的地方 正是蒋卫水先生的故居在同样的地点 遥想当年台湾先贤不畏艰难对抗日本帝国 争取民族自由的勇气 可以说是后人学习的典范 蒋卫水先生的出生地 跟他就读的时间 即后来他成年要到台北之前 三个地方就仅存 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还有保存他原有的建筑物 所以这个建筑物对我们 宜然的这种历史资产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让很多不管是来这边 这个打卡 这个巡谷 或者是对于历史这种文化 上面的一个这种 学习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艺人新闻记者 来福星采访报道